烟烟夏日最適合來一杯 沁涼透心的洛神花茶 這是我以前在餐廳上班的配方 多虧有它 我才能在水深火熱的廚房倖存下來 這集很短沒有片頭 各位作文啦 洛神花茶可不是只有洛神花 必須得符合多種配方 才能讓酸味更有層次更順口 但只有洛神花味道蠻色的 材料如果沒有講都是指乾燥的形態 別買到蜜餡喔 烏梅 山楂 橙皮 這些都是常見的人影配方 甚至你把洛神跟烏梅的比例對調 就是烏梅汁了 只有這個橙皮是屬於蜜餡 比較偏酸甜味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茶 我之前放鐵板燒醬裡面的 是在中藥房買的 兩者都是柑橘類 只是風味不同 端看個人喜好 最後可以加幾片甘草 這能讓酸味更圓潤 以下的鋼貨都能在 鋼貨街南北炸貨航找到喔 笑一鍋熱水 比例我是這樣抓的 給各位參考 洛神花兩碗 山楂一碗 橙皮半碗 烏梅半碗 鋼貨類使用前都必須洗過 把大部分的雜質驅除 而洛神花富含化青素 屬於水溶性 所以清洗過程得快點 免得流失太多 水滾先蓋要小心 朝自己的反方向開一半 讓蒸氣散去後再全開 否則瞬間高溫的蒸氣 會讓你的臉BBQ喔 材料下鍋攪拌一下 蓋上鍋蓋讓它快速煮滾 水滾轉中小火 大約煮隔20到30分鐘 我希望讓烏梅的味道更出來一點 時間到關火 靜置個10分鐘 準備過濾 這時候還很燙 要小心喔 把大部分的湯料撈掉 再加上細的濾網過濾 呀 鍋子好像太小了 沒關係 粉兩鍋 再倒回原本的大鍋 剛剛的湯料再滴乾淨點 別浪費啊 趁熱加點糖 我推薦用冰糖 喝起來甜而不膩又爽口 可以買細冰糖溶解比較快 甜度就一個人喜好吧 這個比例的洛神花茶很濃 建議多下點糖 讓酸味平衡點更好喝喔 覺得太濃再稀釋就好 像我就是要套滿滿冰塊才爽啊 洛神花茶的喝法很多遍 有些人會加蜂蜜檸檬或者菊花 各位都可以嘗試看看喔 好啦 你夏天的救星 洛神花茶就完成了